几少2020男子世界杯 2019 2020年如此优秀的成绩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属于樊振东的故事 进入2020年樊振东在元旦开赛的地表最强12元战中 势如破竹 不但获得直通试拼赛的资格 还在与许新的比赛中奉献了挽救9个局点的精彩对决 走过2019年的低谷后 樊振东经历了37场比赛连胜 那段起伏就像樊振东自己所说的 处于挫折中的时候人是消极和崩溃的 但等他爬起来以后 挫折崩溃和低谷就会变成提醒和教训 经过归纳总结也会变成收获 樊振东在2020年成长过程中成功与失利一直交织 37场不败后 德国公开赛苦战7局不敌奥恰洛夫 在性情纠结的卡塔尔公开赛成功夺冠 我觉得发挥的总体两个人发挥都非常好 然后自己可能前两局都是落后 我最后能够赢下来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吧 其实前两局赢下来以后 我觉得后面也还是很很艰难吧 然后每一局包括比分这种交替 我觉得都是非常多的吧 却又在期待中获得模拟赛男单季军 赢得了两场对马龙的决赛后 又输给马龙 错失总结赛冠军 把这些挫折中的教训和成功后的经验 都总结在一起 就是经历富裕樊振东的收获 让他在2020年变得更丰富 也更自信 但预知对应的是 只要一有比赛 运动员马上就知道在训练中要练什么了 奥运模拟赛就是2020年 比赛荒中的绿洲 樊振东和所有人一样 面对久违的比赛 兴奋又紧张 期望中的比赛来临了 但期望中的状态却没有来 樊振东在模拟赛中 收获男单季军和男团冠军 比赛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是自己各环节都发挥的非常卡 收获这样的检验成绩单 樊振东坦言确实有点郁闷 因为和自己想象的特别不一样 但这份郁闷没有在樊振东 接下来的训练中持续困扰他 他迅速调整心态 让自己能够心情轻松地 进行训练和备战 半决赛4比1战胜 刚在模拟赛中战胜他的梁敬坤 樊振东又一股作气 在决赛2比3落后马龙的情况下 连班两局获胜 将全景赛男单冠军收入囊中 除此之外 樊振东还发现自己在比赛中 动脑子这方面有一些进步 现在我觉得慢慢自己 不光技术上 可能在动脑子上面 包括战术上这些 也是花了更大的精力去研究吧 其实大家如果通过这一场一场 我觉得应该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吧 所以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段时间 这种积累 然后这种进步吧 如果说全景赛中 樊振东看到了更加丰富和开窍的自己 那在男子世界杯中 他见到的就是更自信和坚定的自己 世界杯比赛前 樊振东因不了解赛事停霸 这8个月中 对手实力的增长情况有些担心 但他在比赛一开始 就顺其自然地投入了进去 没有纠正 甚至也不用刻意调动 停霸比赛并没有让樊振东 对赛场感到陌生 反而是更加相信自己 对于我来说 大家对我的期待 也是自己一直在想办法 在融入到比赛中 而不去想这些其他这种 关于心态 关于这种 一些纠结的东西吧 还是争取去把大家的这种期待 变为一个自己的动力 世界杯决赛的对手 依然是马龙 樊振东又是经过七局大战 战胜了对手 赢得了世界杯决赛 这么紧张激烈的比赛 对自己来说是很大的肯定 在比赛中 我能够看到自己有一些进步 这些进步不完全体现在技术 或者质量上 而是我的综合能力有了进步 并且在比赛里 我也能体会到关键时刻 相信自己的感觉 每场比赛胜利后 加在获胜者身上的信心 和气势也同样是压力 重要的是樊振东所说的 拿完冠军 别人看我会有变化 重要的是自己看自己不要变 当然参赛比赛就是有赢 也有输 在紧接着的总结赛中 樊振东半决赛 阻击王宇珍成功后 决赛1比4不敌马龙 虽然没能连续第三次击败马龙 但相信樊振东 经过2020这一年的成长 当再次面对强大的对手时 能做到他经常在赛后说的 首先自己有自信 敢于去和对手对抗 樊振东真的在努力向前走 樊振东的背后离不开他的父母 樊振东的父母 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 他们遵随时代的步伐 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开始了打工人的生活 但身为农民工 樊爸爸却培养出世界冠军 为供儿子学乒乓球辛苦工作 樊振东夺冠的背后 是他满满的心血 樊爸爸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跟随大时代的脚步 很早就去广州打工了 在外的日子并不好过 也让儿子在六岁之前 成了一位留守儿童 樊爸爸在工厂的 一个流水线上工作 工作枯燥繁重 更是很少有假期 因此他只有每年春节 才能短暂的与家人团聚 在儿子六岁那年 樊爸爸把儿子接过来一起生活 彼时的樊振东 是要上小学的年纪 但身为农民工的儿子 他没有广东户口 上学很不方便 为了儿子顺利入学 樊爸爸就送他去学乒乓球 因为如果可以入选乒乓球队 儿子的上学问题就解决了 为了让儿子学乒乓球 樊爸爸省吃俭用凑了800元 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樊振东在乒乓球方面 十分有才华 在樊振东9C那年 就被体校选中 可不菲的学费 并不是农民工家庭 可以负担得起的 樊爸爸只能改变计划 放弃回老家盖房子 努力工作培养儿子 因为樊爸爸 只是工厂里一名普通的工人 收入不高 为了多省下一些钱 给儿子补充营养 他就住在工厂的工具间里 连间地下室都舍不得租 樊爸爸对自己极尽苛口 却每个星期 都会给儿子买海鲜 牛肉等来补充身体 甚至为了让儿子多吃一点 还缓成自己 闻不得牛羊肉的味道 樊振东也明白 父母的用心良苦 只能更加努力地练习 来提高自己的实力 2008年 11岁的他 成为了一名正式运动员 少年险才 樊振东依旧不骄不躁 在2012年顺利进入国家队 为了在众多人才中脱颖而出 他拼命地练习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成为国拼队的主力 成为队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后 樊振东拼命地汲取知识 开始了他的乒乓球辉煌之路 从2016年开始 樊振东先后四次夺得世界杯男单冠军 他的综合实力已经名列前茅 甚至在2020年的世界杯上 他还打败金帮球大满贯得主马龙 第四次获得世界杯男单冠军 人生光辉 樊振东成为世界冠军 经济条件自然有了极大的改善 年收入已经超过了200万 但收入不菲后 樊振东并没有追求物质上的富足 而是把收入交给父母保管 自己不舍得花一分钱 但樊爸爸却把儿子的钱全部攒起来 自己继续省吃俭用 甚至面对儿子的劝告 他还表示 我们对物质没有过多的要求 只要你打好球不受伤 我们就知足了 樊爸爸的所作所为感动了众人 但他对儿子花费的心血远不止如此 不但为培养儿子极力辛苦 还一路充当儿子解压的粮药 在樊振东刚进入国家队时 他在人才积极的国家队里并不出色 巨大的竞争压力让他信心不足 樊爸爸就给儿子打电话来开导 咱们农村孩子能记险国家队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你不要有太多负担 无论打到什么地步 我们都为你骄傲 父亲的安慰让樊振东 变压力为动力 努力提高自己 而无论他的拿场比赛 樊爸爸都一直默默鼓励和支持着他 在儿子夺冠的路上付出了不少心血 如今他的成绩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 希望樊振东可以拿到更多的冠军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怎样看待樊振东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